請李靜怡議員 要外固有外固 根據人力資源辦公室的資料 今年3月底 在澳門工作的外地僱員 已經達到14萬5千人 即是每三名僱員之中 就有一個是外固 而人資辦已經批出的外地僱員額 更加高達18萬6千多 增長的速度是驚人的 政府這種全面滿足企業人力需求 而缺乏對本澳整體人力資源的規劃 和調控 而且忽視對人口增長 承載力評估的政策取向 不但繼續影響本地僱員的就業 更加對於本澳居民的生活上 帶來方方面面的衝擊 澳門地方細小 城市的承載力有限 短期之內大量激增的外固數量 它不但會催谷了租金物價的上升 更加對本澳的口岸和交通出行 帶來巨大的壓力 但政府一直只負責批出外固額 從來是欠缺對外固的有效審批和管理 更加是沒有要求過 這些為著自身經營需要 而輸入大量外固的企業 承擔相關的責任 是自行去解決員工的居住 和出行的需要 日前本人都就上述的問題 在立法會向行政長官提出 獲得的回應是只會跟進研究 所以本人今天再提出質詢就是 第一 這幾年外固的數量大量激增 令到本澳的租金進一步上揚 亦都對通關和交通出行是帶來壓力 不少居民都感受到人口大增 對於生活空間和質素所帶來的影響 而早前行政長官也都曾經回應 指十幾萬外固在澳門工作 對本地人的生活衝擊的問題 是值得跟進研究 那究竟是否已經有部門對於這個開展研究呢 是否有整體的研究時間表 第二 根據統計企普查局的資料 現時本地居民就約有四十七萬人 而截至三月底本澳的外固就已經有十四萬多人 那即是外固約佔在澳居住的本地人 總數的四分之一 那到底特區政府在審批外固的同時 會不會是要求這些聘用 成千上萬外固的企業必須自行去解決 他的員工居住和交通出行的需要 從而去減少對本地居民生活的衝擊 第三 行政長官曾經表示 將會在檢討博彩業發展的時候 會向博企提出要求 是否意味著政府現階段 是不會對已經大量聘用外固的博企作出要求呢 未來在檢討的時候 會有哪些具體的要求呢 麻煩你 好 請政府作有關的回應 譚市長 主席 多謝主席 多謝李靜宜議員的提問 對這個本地人口在近年的增加 而是對社會帶來的壓力 我相信有關的職能部門 一直都會跟進這個關注的 我想跟李靜宜議員所提到的 對通關和交通出行等等帶來的壓力 我相信相關的職權部門一定會是 正如行政長官的回應所說 是會跟進研究和持續關注 其實據我了解 但是有一些政府部門一直以來對相關的研究都一直有做 例如這個政策研究室正在進行了一段時間的研究 澳門特別行政區人口政策框架裏面 也有就本澳人口的承載力問題 在這方面是作一個主題的研究 其中本地外地僱員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因素 所以我相信在這些有關的相關部門 持續的關注和進一步研究的情況之下 是對這些有關的資料一定是會對政府日常的制定 這方面的政策方面是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的資料 有關於到一些大型企業 譬如外地僱員的住宿和交通問題的安排 其實根據這個聘用外地僱員法 外地僱員的住宿權利是必須由雇主 或者是負責進行消貿的職業介紹所所確保 也都根據我了解 其實六間大型的博企 其實基本上或者去到某一個程度 他們都會對他們的員工提供上下班的穿梭巴士的接送服務 但是其實現在看來 這個住宿的權利的確保 因為我們也都容許他以現金履行 所以在這方面可能是需要進一步 和這些大型企業進一步研究 除了現金方面去履行之外 還有什麼實際的具體的方法 對這些住宿權利的確保方面 能夠做到對一般市民的生活可以減低影響 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去跟這些博企 和這些大型企業去繼續在這方面做出商討 另外那個穿梭巴士服務 譬如他們上下班的穿梭巴士服務 在這方面的程度或者那個安排足不足夠呢 我們是會持續關注的 那麼這個當然我們也都說了 政府說了在下一階段 1516年是開始對澳門的博彩的政策 作出檢討 我們也提過在這個檢討過程之中 我們是會對一些博彩企業 是會提出更高的社會責任方面的要求 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要求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在這個檢討 這個博彩政策的過程中 我們多些吸納市民的意見 我們會根據市民的意見 是向博彩企業 是整體全面這樣 是要求一些大型企業 是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多謝主席 李靖賢議員 司長我想彌清一個 因為你剛才說 政研室會在做一個研究 但其實政研室在說的 我沒有記錯 它應該是一個未來我們人口規模的 一個人口政策的研究 但其實我真想希望了解的就是 你不要說未來 是我們現在已經有十四萬多的外僱 佔我們本地居民的比例是很大 在這一方面 其實行政長官所講的研究 我相信不是指正研室未來人口規模的研究 他的研究是現在已經有 因為他的講法是 現在十幾萬外僱在澳門工作 對生活的衝擊是值得研究 即是現狀的問題 我覺得也不是零散在各個部門的 即是我負責巴士的交通事務局 我多派幾部巴士 我相信不是一個這樣的研究 其實是否真的有一個具體部門 要必須承擔這件事去評估現在的問題 甚至乎你將來在跟博彩企業去談 或者不是博彩企業 我們知道有些建築公司 他都請大量外僱 你跟他談的時候 你具體政府的要求 和希望他輸入外僱的時候 附帶的一些責任是什麼 其實你都是在這個研究作為一個基礎 所以怎樣在這個方面上去講 我希望還有一個時間表 即是有一個清晰的時間去講給我們聽 另外就是在現在一些 即使有穿梭巴士這些 其實他服務肯定都不夠 即是很多的博企員工會反映 他們是排很久的隊 等很久才能等到 即其實這些 但是你看看路坦城那邊 我們石排灣 經常投訴是搭不到巴士 原因就是人數太多 我明白外僱來到澳門 我們是有需要解決他出行和生活的 居住的問題 不可以說他在澳門沒有屋住 但問題就是這個責任 政府一方面你又不考慮 接著你完全是基本接納企業 不是企業的外僱需求 好了 進來之後 他就在市場上去找這些 自行解決 即其實你剛才給現金好 或者是企業可能租用一些外勞宿舍都好 其實他都是刺激了我們的租金 包括巴士 其實外僱來到的時候 他要搭巴士的時候 他都是在某程度上 是令到我們居民搭巴士更困難 其實我是說整個這樣一系列 對我們澳門生活空間上面的一個壓力 你怎樣去將來和外僱輸入的規模上面 去做一個考量 即其實是兩個方面的情況 一個就是現有的 你怎樣去要求解決 另外就是你將來輸入外僱的時候 是不是純粹是企業不夠人我就給 是不是純粹是這個方向 還是你始終要整體上面考慮 我們本地居民的生活空間 是不應該因此而受到擠壓的 我覺得是想再了解這兩個問題 麻煩 請譚思長 主席 剛才我所提到的整體方面的研究 是其中是就本澳人口承載力的研究 這個不是說一定是未來的承載力的問題 因為其實在現在 剛才李正義議員也提到 在過往一段時間澳門的常住人口 確實是增加了很多 所以在現階段 我們已經是面對澳門承載力 是需要值得去研究的這個問題 這個政研室其實已經是 對澳門現在的承載力問題 已經是進行研究 所以這個是一個現在的研究 當然也都引伸出來 在未來方面 是會 會做一個引伸的研究 這個必然是 所以現在的承載力 我們也聽了很多意見 澳門本地的承載力 包括了剛才所講的幾個方面 例如一些住屋 一些交通等等的問題 所以我也是想重申 一些職權部門 職能部門 職權部門 他們是有他們的職權 作日常的關注 但是做一個整體研究 其實政府 例如正研室 現在已經是做一個對澳門本地 現在的承載力 未來的承載力 是在做一個很深入的研究 這個研究 我想就不需要等這個研究 到某個階段有什麼成果 因為研究 一路收集的資料 一路政府 各有關部門 都可以即時採納 作為政策執行的時候 作為政策的一些參考資料 當然我們也很同意 就是說現在的一些大型企業 對這些交通安排 或者對一些自宿安排方面 其實還有很多方面 是可以有改善空間 令到對這個市民方面的影響 減到最低 這個我們是同意 也都是有個責任 是會跟這些大型企業 包括這些大型的建築項目的公司 我們也都會加強跟他們作出溝通 希望能夠想一些方法 方式出來 是令到對市民的影響 是減到最低的 多謝主席 麥瑞權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其實我想跟進一下 李靖兒議員剛剛所說的 問社會責任這件事 司長就說 在1516年 會檢討這個博彩業的政策 會強調會關注這個博企的社會責任 在這裏呢 我舉個例來講 譬如你們的評分標準 它如何為之履行社會責任呢 我想司長解釋清楚一下 譬如有沒有在檢討這個 516年那個博彩業政策的時候 要規定定條文 要規定請幾多傷殘人士 履行這個社會責任 另外呢 好像現在舉個例子 大家關注隨餘 怎麼處理 浪費這麼多食物 那麼很多博企的大餐廳 是不准打包的 這是什麼道理呢 那麼這個算不算社會責任的一種呢 為什麼收得這麼貴 吃剩下的東西 又不是差的東西吃 不准人打包呢 不斷浪費了它 那麼當然它的解釋說 擔心你拿出去之後吃壞肚子 那麼為什麼其他澳門這麼多餐廳都可以 是唯獨市 就是外資大企業的博企 大餐廳不准打包 那麼這些是不是社會責任呢 那麼我覺得這件事情呢 就想市長解釋一下 是不是在這個政策的檢討上 就是清晰什麼叫社會責任 謝謝 梁榮仔議員 是 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各位官員 今天這個提案講 這個提議就講到那個博企的問題 還有那個承受力 澳門社會承受力的問題 我本人有少少建議就是 這個政府和博企1516年簽的新合約 或者將來有批地給新博企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是每一幅地 批地的前時 就劃少少地出來建員工宿舍 因為他請外勞是他的責任 員工宿舍就在那裡住 在那裡住 變成他在外面的社會 社區那裡就不會扯高所有租金 因為那個責任一定要他扶回才行 如果他沒有這樣的地方 就不要請那麼多外勞 有這樣的規則給他 他又會限制到他 他會自己欣賞要請多少外勞 不會隨便請多少外勞 因為他要給住宿他們住 這樣就令到這個社會可能 未必實質 但是有可能 令到這個社會比較和諧一些 還有外面的租金沒有那麼貧貴 OK 我是這麼說這麼多 宋碧琦議員 多謝主席、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大家下午好 那我就最主要想跟進李靖兒議員的 第一條和第二條的問題 那其實正如司長剛剛所說的 其實事實上現在政研室 是對這個人口的政策 包括澳門的這個承載力 是進行著一個研究 但問題是現在的這個問題 就是李靖兒議員提出的是 關於現時一個常駐人口 是外來的 入到澳門的一個常駐人口 對澳門的一個影響情況 那所以這個是可能的範圍 是更加是縮窄了 那其實對於這一方面 除了政研室之外 在貴司之下 還有沒有其他部門 對這個問題進行一個研究 如果有的話 時間表是何時開始進行了這個研究 那第二樣東西 我亦都想跟進的是第二條問題 現時來說 對於外固來到澳門 其實外固對澳門的建設 是有一定的付出的 那這一點我們是要肯定的 但問題就是說 在外固來到澳門 我們亦都要做出一些的平衡 事實上外固來到澳門 對本澳的 居民的一些的生活 是起了一定的影響在這裡 包括最大的是這個居住 和這個交通出行 那其實在現時澳門的情況 除了博企有提供這個巴士 接載員工之外 也都見不到有其他的一些 聘用比較大量的一些企業 去作出一些的具體的措施 去承擔一些的社會責任 所以就是說 除了博企之外的那些員工 即是那些其他企業聘請的那些企業 那其實在這一方面 政府有沒有去溝通 可不可以做出一些適當的措施 去進行一些的舒緩呢 謝謝 關翠恒議員 多謝主席 市長 李靖怡議員那個 提的質詢 其實是一個就是說 政府在批出外勞的時候 有沒有面對著批外勞 除了解決經濟問題之外 它帶來的社會壓力 那思想 我都認同你今天都幾難答得到的 因為你剛才的回應 根本就答不到問題 答不到問題的原因 就是現在還在正研室研究 那就是說還在研究就是沒有辦法 現在只有研究 第一 研究多久呢 第二 研究完之後 什麼時候可以落實呢 搞得來天都光了 所以根本上我自己覺得 政府現在面對著一個問題 我們輸入外地僱員的考量 不應該再維持過往的一種單一模式 這個模式是什麼呢 只是考量經濟發展的需要 在過去政府可以用這個水態去輸入外勞 有多少我就平衡僱員的就業 現在不單是就業問題了 我們已經面對著全社會的承載力的問題 所以政府在未來批出這一點的時候 其實現在大家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2016年 多少人在這裡說 需要多少多少僱員 我多次問過政府 是不是他們要多少我們就給多少呢 澳門沒有那麼多人力資源 我們就批多少呢 我們還要不要想一下澳門居住的壓力 交通的壓力 即使有些外地僱員在拱北那邊住 通關的壓力 這些全部都是需要想的 現在就是澳門的經濟發展 為我們澳門整個社會 特別是基層 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和衝擊 所以在這裡其實整個質詢 我自己沒有什麼再問了 因為你根本不會答得到我 政府現在正在研究 根本就沒有方法面對 所以我自己是希望 政府請譚師長回去 跟特首講清楚 將來批輸入外勞 不只是看經濟 一定要看社會 你不看社會就始終死定了 還有一個現在要面對的 最多外勞的博企 現在這麼多土地 為什麼不可以起員工宿社 去解決問題呢 這個是政府需要考慮的 可能路面交通也會有壓力的 再長期是被社會承擔 這些是不是叫社會責任呢 我就希望政府可以思考多些 謝謝 鄭安庭議員 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剛才追問一下李靖兒的問題 其實現在我們政府有沒有過 我們現在1516年這麼多博企酒店 在這裡見面 或者落成 我們還有這麼多 有些不是博企的酒店也在這裡落成 其實博企全部都是酒店 還有很多車 還有很多外勞進來 其實這些外勞進來 我們是為了滿足遊客的需要 這些外勞 其實每一間酒店 我們需要多少外勞 或者整個路毯那邊需要多少外勞 我們有沒有一個數字 是不是剛才說回來的 酒店博企需要多少 我們又給多少呢 這個方面我們有沒有封頂的數字呢 或者到一個數字 我們先封頂 然後消化了一輪 再繼續去開通這個外勞 那是不是有進有出 有些可能我做外勞 來到澳門 原來這麼迫的 我都不做了 變成這個質量液 他們來到澳門做這個外勞 這個質量液是受到質疑的 還有遊客 居民他們的生活質素 遊客他們來到 如果他們被外勞佔了 他們吃的空間 住的空間 玩的空間的時候 我們的遊客 他們的旅遊質素 也是受到影響 澳門的居民生活質素 現在已經收到 很多市民都說 很多老牌的咖啡店 或者很多老牌的小食店 已經很想去 但是已經被遊客 或者外勞佔領了 那自己在哄仔或者 想找一間食肆去吃 星期六、星期日 已經全部排隊 那在這裡 任何我們 的時間表 去消化了一段 消化了一段時間 先 多謝主席 何潤生 議員 何潤生 議員 多謝主席 市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就李靜賢的厚頭質詢 都和市長 將一些情況 希望市長 再作一些 比較詳細的介紹 我看回 之前我們有些書面質詢 也收到有關官員 在回应有关的外流对公共资源的影响那方面 但是回来也都非常可惜 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 原来政府只是关注一个有关的交通问题 回应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的关心就是一个外流来到澳门 一个就是住宿问题 一个就是交通问题 还有其他的公共资源的问题 但是你们的答复只是说什么呢 只是按照有关的聘用外地的雇员 有关的法律的规定 也都有六间的博企 其实现在都为他们的员工 去提供一些上落班的一些穿梭巴士的服务 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回应 我也都看不到这个回应 特区政府是明白到 这个大量的一些外地的劳工 来到澳门 对于现在我们这么刺烈的一个房地产的市场 尤其是租务市场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也都看回 基本上我看不到政府 对于有关的这个大量的外地的劳工 在澳门的一个工作 所造成的一个我们叫做社会的承载力 有些什么的分析 变成了从现在我看上来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面对2016年2017年 大量的可能有更加多的这些情况 这些增加在这方面 再加上我们现在有关的旅客 特区政府也都没有一个比较明确 将来我们的一个走向是怎么样 所以加上来现在我们居民是什么呢 对于我们整个的生活 是造成一定的影响 包括我们的出行 包括我们的高通胀 高物价 我们的空间等等 其实我觉得作为特区政府 因为今天谭司长上来 我想暂在这个范畴 希望今天能够收到我们议员的一些讯息 和一些的担忧 带回去 从一个特区政府整个施政里面 去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不是到时谭司长来又没有办法解决 第二个司长来又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够再拖下去了 因为这个我们整个澳门城市的承载力 我们居民的幸福感 我相信政府一定要重视 否则来说都是用一个碎片式 去进行有关的一些措施 我觉得不能够解决我们澳门 现在所存在的问题 希望司长将我们的问题带回去 好吗?多谢 陈鸿议员 多谢主席 今天李靖二议员提出这个口头质讯 我都有几方面想追问一下 首先就是关于企业 雇佣外地的员工 刚刚司长讲到 要负上社会的责任 这个方面其实应该是 企业是要负上社会的责任的 而且应该责任比较大的 在这里我想请问 在这个企业当中 是有没有规定要按一定的比例 来雇用本地的一个残职人士 有没有去监督呢? 如果他们没有执行到 那会不会缩减他们的外劳的名额呢? 或者是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那这一点是想更加进一步 是清楚明白的 那第二点就是 但是由于外务的增加呢 那澳门市民的公共的资源 那很多同事讲到 真的逐渐逐渐地被挤压的 那市民的衣食住行等等的空间呢 真的逐渐被挤压了 那这个情况呢 这个政府怎样研究 那人口政策一直在研究 那中间是包括了这个外务的 这个政策的 但是呢 这个步伐是很慢 远远是未能够适应 这个社会的这个需要 那我想请问一下 是这个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呢 是施长呢 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办法 因为如果一拖再拖呢 都不是这个解决的办法 麻烦谢 陈美宜议员 多谢主席 司长 各位官员 我想了解一下呢 整体澳门现在的人资规划的整体政策 因为呢 司长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和其他部门 其他司长那里呢 一起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那现在呢 政府就提出 就说要多元化发展 那也都有人才发展这个这样的政策 再加上呢 就是说 现在其实澳门还有一些大量的需要 例如就是说 医院啦 托儿所啦 老人院啦 其实各方面呢 都提起就是说 有些这样的机构呢 都不够人的 那好了 我就想问 整体我们现在的人资到底是要 全澳门如果我们发展了 到底是要几多的劳动力 我们澳门现在 有几多的劳动人口 那你才可以说给大家听 到底你要几多的外劳 你才能够满足现时澳门的发展呢 再加上呢就是说 现在如果是说停的 我们已经是足够的 那其实你应该就要和旅游局那个说 不需要再去做推广 浪费我们的资源去做推广 你推广再引入这么多客 那些客人来到呢 就投诉我们澳门又没有微笑 那这个是不是 整体澳门的整体政策 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行呢 到底我们想发展到去什么阶段呢 这些我想请问一下司长 到底有没有和其他的司长 一起去配合研究一下 因为刚才大家同时都有讲到 如果1516年 有些大型的酒店再开的话 那他们有没有和你提供过一个报告 这些酒店开 总体会增加多少的劳动力 他需要多少的人来到去做事呢 如果他有给到你这个申请的就 那我又想知道 你都明知现在澳门不够人的了 那其他部门又给他建了 那建了之后 那你又怎么样去找人呢 这个我想知道 整体其实是澳门整体的政策的问题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和其他部门谈一下 多谢 梁安琪議員 多谢主席 司长 在李静怡议员第三点那里 就讲那个社会的 特别是我讲到博企的责任 其实不需要是等到1516年 其实现在的博企都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 特别好像刚才那麦瑞拳议员说的 那些残障人士 那些根本有很多那些 或者是达到退休年龄 而还可以继续工作的 身体更好的 那些都可以是在人力主义这方面可以解决的 那另外我就有一个很大胆想和您探队一下就是 我们什么时候会24小时通关 而通关这个时间 那我们这些外雇 是不是那个有些大型的企业要请外雇的时候是分两类呢 有没有一些是不需要进来本土住的 是在本土以外住的 那样是否可以将那些人流分散一下呢 那这样可不可以在那个请外雇的时候呢 那些企业是有将分两类的合同 那这些可不可以解决 现在的所谓的社会的压力呢 多谢 高天次议员 多谢主席 司长 各位官员 其实今日的李静怡的 考虑出信呢 是涉及跨司长的范畴的 因为无论司长所回复 和我们的同事所问的呢 体现到就是有些核心的问题呢 如果不去面对呢 始终呢 我们讲十日十夜呢 都是讲不定的 都是找不到那个解决的办法 我们大家都可以讲很长时间 根根到底呢 就是这种这样的状况呢 这种这样的恶果呢 就是因为早前 特区政府在开始的时候 发牌的时候 三个赌牌变成六个 而造成了这个压力出来呢 就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开个水喉 放多些自由行李澳门 开多些来去满足些赌场 造成了什么呢 就是无论交通呢 人力资源那方面 越来越来越多外劳 过界劳工 就是方方面面的那些矛盾呢 做始终今时今日 都不知由哪里 着手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希望呢 不够将来呢 究竟呢 我们那个所谓劳工局 它可以做得到些什么 来保障 我们所谓现在我们的 所谓的 基本的保障 我们澳门人打工仔的职位 如果是不好的 才可以输入 如果是不够的了 才是补充 那这种这样的概念呢 可以做得到些什么先 第二呢 就是过界劳工了 那这个也都是不断呢 我们收到很多投诉呢 就进来呢 就做第二种东西的 这个是很普遍的 而是解决不到 中 那些微企的所需要的员工的 这个是需要呢 是执法 需要呢 严格监督 需要呢 包括那些博企呢 究竟他们所有的配额 是不是真的需要 不是因为有额呢 你就可以批给他回来 那这个是需要很严格的监管 和很严格的看法 和不要看少有关的投诉 那些投诉 无论来自哪里 星斗市民都好 都需要重视 和需要呢 查到根根对底 究竟那件事呢 是不是属实 如果是属实呢 就一定呢 不要理会是谁 都要查出的原因呢 和解决的办法 否则的呢 就会累積越累越多 所以我今天 对于李静怡的口头质讯呢 我觉得是非常之复杂 和夸司长 不关 只是司长一个呢 就解决不到这些问题的 无论过境啊 交通啊 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只不过 有点点意见给司长 王杰晶议员 多谢主席 司长各位同事 大家下午好 那我就想 问一问 司长 刚才就说 其实现在呢 企业里面呢 都承担着一些社会责任 那其实我想你可以 可以清晰地说一说 现在在企业里面 他们承担着一些 一些什么的社会责任 和对这些这样的社会责任 是不是可以令到我们居民去接受呢 和在未来 如果这些企业 再去招聘外雇的时候 会不会将这些企业 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去加入这些批准外雇的条件里面呢 麻烦 请司长作有关回应 多谢主席 多谢各位议员的一些 意见和提问 郭实议员也都提出了 是很多有关于 一个就是未来 譬如在博彩 博彩政策检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将一些 有关的社会责任加入去 或者应该更加明确更加清晰 把合约度 这个呢 我们是同意的 例如一些 譬如 如果大家都认为 这个譬如 聘用更多的商场人士 这个 残障人士 或者 就算包括一些厨余的问题 一些更多的员工宿舍 等等 这些问题 如果大家都认为 这些应该由大型企业 去负起的社会责任 这个当然 我们会 听取大家的意见 到时我们 在整体的政策检讨那里 会在这里 加入去考虑 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大家也提到一个平衡的问题 究竟澳门的 例如 外股应该去到什么数量 或者我们的经济 应该去到什么 什么程度 等等 其实 政府在过往一段时间 是对这个经济发展而带来 或者对我们的 澳门本的本 澳门自己的承载力等等 作出来的影响 对市民的影响 其实在这里 是作出了深刻的思考的 所以我们也都在 早几年前 已经是决定 是将这个 澳门经济的发展规模 通过这个控制 这个博彩业的发展规模 是作出了一个 我们不敢说限制 但至少也作出了一个 是有限度的 是希望将来未来的 一段时间以来的 澳门经济发展 是一个有限度的发展 在现在我们来看 是经过1516年的 下一期的发展之后 至少在一段时间 我们所说的时间 至少有七八年的时间 澳门 是再不会看到 有更多的 一些大型的行目的建设 我们所说的就是 澳门在1516 或者1617年之后 至少有七八年 是作为澳门的 一个经济的整固期 在这方面 一个就是经济方面的整固 一个就是 其实是我们社会 各方面的 承载力 在这里 作出一个适应 和一个整固 所以在这里 大家可以放心 在这个经济 和这个社会 本身的资源 的运用方面的平衡 政府在这方面 其实是前一段时间 已经是作出了这方面的思考 也都是作出了一个部署 通过这个控制博彩业的发展 是去 令到澳门一个更合理 或者更加能够配合澳门本身的 现有条件的经济发展 经济规模发展的一个速度 在这方面 希望带来一些空间 所以在大家提到的 是不是要封顶 是不是这些问题 其实这个方面 已经是有一个这样的空间 去看 对人资规划的整体政策 比如有多少劳动人 正正就是我们 所以现在政府 通过这个政研室的研究 是对澳门整体人口 政策框架方面的研究 是这些是重要的课题 就是重要的课题 我们在 例如将来会不会 有24小时通关 什么时候 可以实行到 令到舒缓了澳门本身 社会里面的资源运用的压力等等 这个 我想政府在这方面 已经有所论述了 比如24小时通关 所面对的一些条件等等 已经有这些论述了 我今天就不重复了 但是 可能24小时通关 其实我们所说的 24小时通关 带来什么呢 就是带来这个 这个区域的一个 更加整体的一个融合 一个 区域的更加整体的融合 就是说能够区域之间 包括了和珠海地区等等 一个更大的空间 和所能够引伸出来的资源 能够更加有利地互相分享 这方面是带来到整个 无论是澳门自己本身的发展空间 或者珠海将来能够利用的 这个区域的发展空间 能够共同 能够扩大 在这方面 希望带出来这个效果 所以澳门的下一步的经济发展 我们所要面对的呢 就是说 怎样去 因应了这个区域合作 带来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方面呢 我们最实要做多些事情 社会的 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们当然企业 本身除了一些 或者赚钱能力比较更高的企业 他们通过在澳门 因为得到一些更有利的发展条件 而能够赚更多的钱的时候 他们也都是通过 这个譬如 将来政府的专营合约 或者这些批级合约等等 是要求他们 扶起更大的承担 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这方面呢 是政府可以提出 作出这方面的要求 那也都是 我想也很多企业 也都是乐意地去做的 乐意地去做 所以这方面呢 我们今天听取了 各位议员的意见 我们会将大家的意见 和一些问题 是会拿回去政府内部 是做更深入的研究 和做一些思考 是 希望呢 是出来的政策呢 是更加符合 是社会方面的意见 多谢主席